大家好,我是Amy Song 上两期我介绍了酒和茶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咖啡 我在出国之前,几乎从来不喝咖啡 来到国外了以后,国外到处都是咖啡馆 家里也是咖啡 看亲切朋友也是以咖啡来招待 我就在想,咖啡有那么好喝吗? 咖啡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我刚开始第一口喝咖啡的时候 我觉得,哇,这咖啡好苦啊 有的时候咖啡馆泡着咖啡,还很甜 刚到国外的时候,我老公带我去咖啡馆喝咖啡 他问我,你要喝什么咖啡? 我看了那么多名字,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咖啡是什么味道 我说,你帮我选吧 现在我就知道了,咖啡,常用的咖啡有这么几种 一个就是意大利的浓缩咖啡 叫Expresso 它口味非常的浓烈,味道浓厚 表称有一层咖啡 还有一种Latte咖啡 叫Latte咖啡 它里面是放了牛奶的 另外叫做Cappuccino Cappuccino它是加了泡沫的牛奶 还加了一些肉桂粉 还有一个叫Mocha咖啡 它是浓缩的咖啡 放了巧克力,糖浆啊,鲜奶,还有奶泡 搭配可以是可可粉啊 还放了一些棉花糖 那么还有一种叫浓缩的白咖啡 叫Fly Water Coffee 它流行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 和拿铁呢有些相似 呃,区别在于奶泡和咖啡比较少 那个奶味的浓郁 顺利 现在就知道了,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咖啡 今天我分享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咖啡的来源 第二个部分是咖啡的好处和禁忌 第三个部分是问答题 回答人们对咖啡的疑问 我老公喝咖啡已经40多年了 让他来回答这些问题 咖啡据说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非洲艾塞俄比亚南部的高原地区 因为牧羊人发现他的羊吃了一种植物的种子 就是咖啡豆后变得非常兴奋活泼 所以就发现了咖啡 还有的说是当时发生一场野火 野火烧焦了一片咖啡林 然后烧烤后的咖啡产生的香味 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注意 人们把这些果子碾碎 然后放到面包里面食用 后来人们就开始用水煮的方法来喝咖啡了 咖啡的意思是力量和热情的代名词 咖啡它含有咖啡和低音咖啡 也就是点咖啡 两种咖啡 喝咖啡呢大家都知道 有咖啡因的刺激作用 可以提升醒脑 有助于心血管的健康 增加体能 其实咖啡因就是一种植物的兴奋剂 长期过度的食用咖啡的弊端呢 也就是由于咖啡呢 因为它有高度的成瘾性 因此建议避免过多的食用 长期喝咖啡如果突然停止或者减少量数 可能会出现咖啡因的戒断症 会有头痛啊 疲倦易怒注意力难以集中 情绪低落等 特别是对一些高血压患者 体重过重者 延长者喝咖啡会增加血压的效果 因此要特别的避免过量摄取咖啡因 但长期喝咖啡的人呢 因为有耐药性 并不会影响晚上失眠的症状 建议啊 在工作学习的时候 白天犯困可以来杯咖啡提神醒脑 如果在家犯困 那就身体疲倦的信号 打个顿啊 小睡半个小时比喝咖啡更有益健康 你想啊身体都累了 还要喝咖啡 还要提精神 不是跟身体过不去吗 我家老公也认同我的想法 当疲倦时 喝咖啡改为小睡一会儿 可以很快恢复精力 你们认为呢 欢迎留言发表你的感想 那么咖啡 不含咖啡因 有什么健康的益处呢 美国医学院做过试验 就是当咖啡啊 去掉了一些咖啡因之后呢 它还留有少量的0.7毫克的 每杯咖啡因的成分 但是它并不会去除能够帮助调节血糖的成分 因此呢 它仍然可以代谢掉一些糖 转化成能量的能力 然后呢 也可以延缓衰老 预防癌症 而低因的咖啡呢 它并不会因为除去了咖啡豆的多分 仍然可以提高脑部的认知能力 并进一步改善记忆力 所以呢 低因咖啡虽然没有像 有咖啡因的咖啡那样 能够提神 而有效 它对健康的那个好处啊 是有之无减的 总之 低因咖啡的好处 它就是能够有抗氧化 延缓衰老 改善记忆力 降低血糖 而且不影响睡眠 好 最后是咖啡问答 回答一些人们 对咖啡的一些疑问 和比较关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咖啡可以用作肥料吗 对 咖啡的残渣不但可以施肥 还可以用作有机的肥料 给植物补充养分 而且 而且什么呢 还可以阻止蚂蚁在家里门前出现 如果发现蚂蚁洞的地方 啥一些咖啡的残渣 蚂蚁就不见了 咖啡里面可以放蜂蜜吗 好主意 咖啡不放糖 放牛奶是比较健康的方法 如果想喝一点甜味 那么加一点蜂蜜 真是一个好方法 好 接下来的问题 我让喝了40年咖啡的老公麦哥 来回答这些问题 咖啡能够降血压吗 回答是不能够帮助降压 我老公吃降压药几十年可以帮助降压 我妈妈长期吃降压药没有副作用 现在通过减肥成功扔掉降压药 血压正常 现在高瘦88岁身体健康 咖啡可以空腹喝吗 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但是胃不好呢 还有胃酸过多 最好不要空腹喝 那么咖啡可以过夜放冰箱吗 可以的 但是最好是当天喝碗 咖啡可以解酒吗 因为咖啡可以利尿的作用 可以减少体内酒精的含量 但不能完全醒酒 咖啡可以加酒吗 我老公是爱尔兰人 那里有一桶酒 就是加了奶油和威士忌 所以咖啡是可以加酒的 今天我们要制作减少咖啡 咖啡机 现在已经已经热到 含了 现在显炙了 拿到拿酒 拿到拿大的 拿起来 拿到杯多 拿到可以和你适乎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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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喜欢 一些小热 有韧放 一杯 就是要 wir先吃一瓶的牛奶 这里面泡了 是这里面泡的 也已经泡了 这就是我做的 这是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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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就关注吧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